你看喔 敢去大學跟學生對打的只有柯文哲 柯友宜兩場就不敢去了 嚇到了 趙紹康能力沒有問題 問題是沒有人想要跟他談 那個賴清德去一定要護航 後來他也不太敢去 因為他每次去就被嗆 趙紹康能力沒有問題 問題是沒有人想要跟他談 沒有人是 年輕人 年輕人為什麼想跟一個上個世紀的人講話 他的能力也沒問題 問題是他談的topic topic 不是年輕人想聽的 你說共振要頻率相近才會共振 人家頻率完全不同怎麼共振 不是啦 我就講嘛 所以不是笑話 他說他要去校園 結果公開以後沒有人請他 這就是一個笑話 蕭美群也不是那種靈牙利嘴的 跟你的副仇比他應該比較不會講出驚人之語 啊就是這樣啦 你說驚人之語一定扣分嗎也不一定 我倒覺得這樣啦 這個有時候放鬆心情就好 因為我們很難知道每一個 像吳馨營喔 他講 講那個說 問記者說 你要當記者要問你爸爸媽媽的意見嗎 因為我後來問起來 50歲以上都頗不以為然 30歲都鼓掌叫好 我奇怪 這個又是一個世代差異 他爸爸就管不住他啊 這個一樣啊 主席也管不住他 管不了 沒有啦 我倒覺得不用管 為什麼管沒有 這一點我倒是 為什麼一開始 台灣民眾黨就把多元開放當作一個政治價值 我們很嚴重